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回来了 所长 刚才阿姨太激动了 把我吓到了 手机忘拿了 这手机是你的吗 别动 我让你别动手机 王河今天晚上咱不干别的就跟她干上了 不问明白都别睡觉 我控制起来 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放手 放手 你给我老实点 别弄疼我了 起来 警察当人吗 警察当人吗 警察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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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你呢 万才没有我要打你 这是脏了我们警察的手 所长 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 我手机就是忘关录音了 手机忘关录音了是吗 好 咱们这事慢慢聊 有一整夜的时间聊的 一手聊明白 我再陪你聊一半天 给我带走 是 所长 走 不要 你老实点 起来 所长 你老实 我不走 所长 所长 好 怎么着 打算在体育场请我吃野餐啊 一夜餐 你说他还挺浪漫 对不起 这是正餐 你要不要吃点啊 干吗躲这儿来啊 这么急着帮我招过来 是有什么变化吗 图穷逼先哪 兄弟 黄玉红那边快要勾起跳枪了 他们已经顾不上面子了 连续出舟 张一伟 又让他们给带进去了 又怎么了 这个再说吧 里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这是一场硬仗 大仗 这前方 就靠你和别国立了 放心 这么配合得很好嘛 黄四海和沈广军 他们俩情况分别是怎么样的吗 这两起案子好像还有了关联 对不对 对 黄四海搜集了沈广军的黑材料 汇报给熊绍峰 熊绍峰查不下去了 他也没有能力去判断那些黑材料 是不是客观事实 你怎么看 熊绍峰从黄四海那儿拿到的东西有用 但作用有限 那些东西我都仔细研究过了 根本就不是他异想的那样 说这个沈广军跟他的嫂子 宋利敏有染 是另有真相 什么真相 快接近了 但是还没有最后定论 你让我再保持一些神秘感好不好 反正啊 九三零谋杀案背后 有太多的蹊跷 甚至有可能 会包含另一起案件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你一点都不关心一伟啊 说说他 黄四海看样子是真急了 你别太焦虑啊 黄四海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我是故意阻止熊绍峰给他减刑 甚至我放话 让他知道 他之前的立功减刑也有漏洞 这样他就坐立不安了 其实我已经找到杀手键了 很快就会使出来 我知道 黄语红黄四海 他们越是疯狂 就越说明他们背后 有更大的问题 使劫子就得挤出来 我很喜欢你说的这句话 黄四海这个劫子要是能挤出来 那么他个人的问题 不但能彻底解决 还能查住称州的保护三问题 不管是监狱还是我们检察院 也不管是罪犯还是前科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保护三 不管牵扯到谁 我们一定要坚决落实中央 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 打散破晃 打财断血 撤查到底 放心 哥哥 你了解我的 我一向是凶追到底啊 就凭黄四海 能够这么随意地遥控监狱内外 就铁定由我们内部人士 才帮他通风报信 假装立功 骗局渐行 如果不把这个败类揪出来 那我还好意思干这活吗 所以这个败类一定要揪出来 一定的 行嘞 那我就去挤黄四海这个街子去吧 今天我在这儿再次向你表个态 我宁可不干这个政法委书记 宁可张燕卫坐牢 正双旋离婚 我要把真相彻查清楚 意外面可以 只能一身刮 才能干政法 慘いし、 担当家出力 采明 来 有人吗 我来 走吧 走 走 旅人为的鼻梁子被打折了 现在在海平三院观察治疗 这件事情说明 黄语红方面 已经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的办法 为我实行了全方位的博位 对 目的就是一件事情 让我发句话 给黄四海立功俭刑 我认为不是俭刑的问题 他们是想给黄四海办假事 黄四海判的是七年有期徒刑 就算捡了一次刑 那于刑还有五年 刑期未过半 不可能办假事 再说了 他也不可能一下子连续立功践刑 提前超规格的办假事 这老百姓 那还不火山爆发了 怎么想的太简单了 我估计啊 是承州方面他们的内线 做出了分析 认为我的到来 对黄四海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毕竟之前 黄四海是以过失制人死亡罪 被判入狱 判了七年 我估计啊 他这个过失制人死亡罪 是黄雨红集团 花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 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故意杀人 以前没人提这个差 我一来 权力翻案 从头开始把他们吓坏了 所以啊 如果一旦我查出什么 公布调查结果 那黄四海就要重新审理 重新量刑 到时候被判无期徒刑都是轻的 有可能会判死刑立即执行 所以他们这么着急 要把黄四海救出来不可 我同意你的推断 如果真是这样 他们也蹦得不了几天了 兄弟啊 我现在担心的是你啊 如果按照计划继续往下查 你的风险是最高的 我没事 马正 说实话 自从我爱人郑美丽出事以后 我就没把死当回事 甚至有时候 我会刻意求死 想早点跟他相见 你千万别这么想 不管怎么说 小郑的事情还没有真相大白 你必须好好地活着知道吗 我知道 仇恨也是一种动力 残害伪力的凶手一天抓不到 我就一天舍不得死 哥哥 有时候我就在想 我们检察官 是帮别人主持正义的 但是我们的正义谁来主持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正义 都无法伸张的话 那好意思帮别人吗 是不是显得我们太无伦了 是啊 人民的正义 这其中也包括 我们公检法人员的正义 人民的正义 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正义 说白了 就是我的正义 因为每一个人 都把自己称错我 对 如果每一个我 都能得到正义的话 那就实现了人民的正义 没 领导 您在哪儿呢 什么事情啊 这么慌张 郑主席晕倒了 送到人民医院去了 我现在往过走呢 我知道了 怎么了 郑双雪昏倒了 在人民医院 走 我陪你去 走 你就别下来了 我跟你说两句 没事 情况我都了解了 温国立一会儿就过来 我们会合之后 去找吕文睿调查情况 了解情况之后 我们按原计划执行 不要受任何事情的影响 严格按计划执行 我知道 你见着嫂子 跟她说两句软过话 毕竟是女人 受不了太大惊吓 她做我的爱人 是得坚强一点 我能跟她说的话不多 她自己都有点分辨能力 和承受能力 老哥哥 等这件事有了结果之后 我一定要当面跟她道歉 我也要逼着你跟她道歉 在这件事上 我们对不起她的家 这要这件事情能办成 道歉算什么 好 你去吧 书记 郑主席现在状态非常不好 好 双讯 怎么样啊 老张 我们儿子 双讯 要沉得住气 明白吗 我冷静不了 好了 好了 注意自己的身体 以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他既然遇到了这些事情 那他就必须得承受 有可能 经过这一劫之后 他就长大了呢 他就留下暗底了 他长大了 留下暗底 慢一点 慢一点 这辈子都摆脱不了 给我摇起来 摇 事情还在发展吗 别太早地下去了 还没有下结论 要怎样才能下结论 他们已经成功了 我们已经输了 依偎真的进了监狱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生气了 喝口水吧 你走吧 那 那我可真走了 明天正好跟宋书记 要去开会 宋书记 你打算怎么跟宋书记 汇报这件事情 实事求是呗 什么实事求是 是张一伟真的犯事了 还是他们陷害他的事实 不要低估了领导和组织的智慧 好好休息 我心里有数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 不要轻率的行动 明白吗 不算是 你留下帮着照看一下吧 不算是 怎么不算是 你留下帮着照看一下吧 走 編隊您來了 小黃河 還想不想幹心情啊 想啊 編隊您不要我了 嗯 我可是聽說了啊 你小子在大會上演講過 說派出所工作非常重要 也非常難 甚至比刑警工作更難 是不是 編隊 我這不是在哪兒說哪兒話嗎 以後找個機會 到我們行政總隊 來斷領斷領 是 行了你 真能聊 見著新兵不是拉攏就下了 行 我介紹一下啊 這位是馮森 陳州地區人民檢察院 巡迴檢察組的組長 也是930謀殺案的專案組 莫森先生好 行了 我們今天來啊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這個 余文睿 這個人 跟930謀殺案有關系啊 不該問的不要問 跟著好好待著啊 是 開門 聊生點兒 好 可以開始了 說話 所長 上頭來人了 果然不出你所料 您過來吧 來來來來來 你穩住他們 我現在就過來啊 好 我知道了 沒見過你倆啊 你們倆幹啥呢 省公安廳 行政總隊隊長 顏國立 我們現在懷疑你 跟黃四海過世殺人案有關 所以 請你去我們行政總隊協助調查 不是 不是不是 檢察點兒 不是弄錯了 誰誰誰叫黃四海啊 這跟我有啥關係啊 我 我就是盜竊 我沒偷東西啊 我是要賬 才進那屋 都是江湖上混的 那不玩虛的了行嗎 這個黃四海 張一維 孫孝 蕭萌被稱為平城死上 前年他們一次KTV聚會 這個黃四海跟蕭萌 因為一個女人打起來了 最後的結果是導致蕭萌 重傷致死 當時張一維 並沒有在現場 但是黃四海呢 死咬著張一維不放 出於某種目的吧 就一直希望張一維跟他 來共同承擔罪行 後來實在找不到證據 所以他就想用別的方法 來誣陷張一維入獄 來達到他報復的目的 聽懂了吧 所以呢 我們先是發現 張一維被誣告強奸 後來強奸案 無法成立的情況下 就發生了你們這起傷害事件 你呢 作為直接導致張一維犯下 傷害罪的當事人 我們現在強烈地懷疑你 跟黃四海 和黃四海的殺人案 有直接關聯 所以請你 去我們行政總隊 你先說一說 黃四海殺人的時候 你當時是不是也在場 也參與過 不是不是警察大哥 什麼殺人啊 跟我沒關係 黃四海是誰我不認識啊 你說跟你沒關係就沒關係啊 黃四海是什麼人 首付黃宇宏的兒子啊 他犯的神能小嗎 現在他都給抓進去了 判了七年 你這種小小小還還想跑 你做夢去吧 走 跟我走 不是不是警察大哥我哪兒不去 我在這兒 你你你你你你你 我不認識這兩個人是誰 真的聽我說我真不認識啊 你們好好查這些行不行啊 我是受害者 那要張宇宏把我打成這樣 我躺在這兒了真的 江宇宏是政法委書記的兒子 他被誣陷困在劉之市 他能不懂法嗎 他為什麼非要在那兒打你啊 他有病啊 這黃四海一直想把他拖進山上案裡 他犯傻故意在派出所打你 不是這這 這山上跟我真沒關係啊 那你為什麼要挑釁張宇宏 不是因為黃四海 那是因為誰 德哥德哥這兩人我真不認識 我是受別人委託的 那那個小子跟我說了 他說你你就假裝偷弄一進去 進去完以後 你找那叫張宇宏的 你就氣他 氣他讓他打你 委託人是誰 那我也不認識啊 他就是有點怕我 我又其他我都不知道 怎麼聯繫 是網路還是電話 不知道那小子做事特別謹慎 從來沒在網上給我留言 連密信都沒給我加的 他一般找我 就直接去找我 我在火山邊上擺攤賣那個工藝品 一年我掙不了多少錢呢 鼻子怎麼端的 這上面沒打的嗎 怎麼能打的 都這個份上了 趕緊說實話吧 你還真想扯到山南東區嗎 是啊 也不是啊 哪家醫院 什麼哪家醫院啊 哪家醫院整的鼻子 店的哪家醫院 我整什麼鼻子呀我 我天生鼻子就有毛病 之前鼻子給我打壞了 一心被修好 現在就要成沙鼻了 什麼叫沙鼻 一碰就出血 當時我是趁張以北不注意 我把他手給拽過來 往我鼻子那邊湊的 所以他就上套了 好 冷靜冷靜來 走 行了 現在老老實聽著啊 那你先在醫院觀察治療 等你傷心穩定之後呢 會因為盜竊被刑拘送你到看守所 然後你在看守所跟我老老實實地待著 明白了嗎 那我 坐牢了嗎 我是檢察官 你有沒有罪得過我這一關 如果你配合 等盜竊批捕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嚴格審查證據 並會適當地考慮你配合我們的立功表現 最後的結果一定比現在好 懂嗎 懂 有一條件 這這個期間陷害張一維的事情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我透露 你只要透露一個字 就不會有立功贖罪這一說 明白嗎 明白 我懂 好啊 現在呢 你來跟我說一下 跟你那個聯繫人 是什麼情況 他的長相 身高 特性 都說一下 詳細一點 那 老花挺大的 沒脖子 頭大 沒脖子 張主席 劉律師 坐 好 好 說說吧 從法律方面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張書記有什麼指示 別管他 他是他我是我 我現在需要你向我提供法律諮詢 是這樣的 我已經到醫院去看了那個呂文睿 他現在呢還在海平三院 鼻子也已經治療過了沒有任何危險 鑑定結果怎麼樣 醫生給出的傷情報告 明確地寫的是輕傷二級 那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了 如果對方諒解的話 諒解 你覺得他們能諒解嗎 我說的是無條件諒解 嗯 是我知道這件事情的 跟在哪兒 我已經和魯春陽通了電話 魯總也明確地表示 這件事情他毫不知情 但是他也說了他可以出面 幫忙解決協調 畢竟在海平他有一定的人脈關係 這個魯春陽 表面上做的什麼文化媒體的網站 滿口的正能量 實際上這個王八蛋壞透了假透了 他說的話你信嗎 不信 鄧律師 咱們現在別糾結這個呂文睿 能不能諒解這事呢 我覺得你要知道啊 咱們要是主動出擊的話 有沒有解救伊偉的勝算啊 主動出擊 陳秘書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啊 這是伊偉是被呂文睿他們陷害的 那伊偉跟他起衝突 那就被誣陷了 檢察院就不會起訴 那檢察院就算起訴的話 也有利於我們 嗯 那我理解您的意思了 但這個呢需要更好的調查 包括派出所留置室的監控 當事人呂文睿的證詞等等這些 那這樣吧 咱們就有兩條腿走路 其一 咱們就主動出擊 去找一切洗清伊偉的路径 民眾啊 這些年 你也積累了不少人脈關係 也是學法律出身的 這時候 這方面得多想想辦法 配合鄧律師 您放心鄭主席 我會想辦法的 如果伊偉真的是被陷害了 很容易找出破綻 是 鄧律師你還是私下去見見魯春陽 看看他開出什麼條件 好 沒問題 主動出擊的事情呢 我等陳秘書給我打個招呼 最好能讓我看到拍出所的監控 或者到開手所見見當事人 我聽說伊偉已經被轉到開手所了 最重要的是明天我去見見魯春陽 你協調吧 您放心 那鄧律師 那就費心了啊 您看現在鄭主席這狀態也不方便親自出面 剩下的事咱們倆解決 好應該的我則無旁待 那鄭主席您先休息 我跟鄧律師再聊會兒 你用這問 但咱們自己的警告 你不然去問我 利潤主席 你得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都在吃到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是你想聽 你不相信 他會是 倆教育 来 说吧 郑主席 判断哪儿对 那告发张一维强奸的 万残魅小姐 果然是要透露 郑主席的探望 让我跟那儿抓力现行 但是这件事情 我没有敢请示汇报 因为我不知道 谁是谁的人 我怕这事一说就黄了 所以我直接先斩后走 给他摁到询问室里头 结果全给抄了 行行行行 你啊还是老毛病 续到半天 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 我们要知道的是审讯结果 审讯结果第一 万残魅说了 她是诬告张一维 压根就没有强奸这回事 第二 她自己并非词异 是有一个叫 长子龙的人跟她谈的 说这件事情如果成了 给她一个三十一厅的房子 第三 长子龙是传达上面的意思 说张又诚马上就要到台 但她不用怕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上面都会有人给她斗着 这个长子龙是谁 你们有线索了 现在正在调查 这个万彩妹跟张一维的 不雅视频 是谁把她伪造成 强奸视频的 对她完全不知道 金星神 得弄清楚 视频她给了谁 又是谁剪辑的视频 是 李总长 你们审讯之后啊 这个审讯笔录 还有相关证据 不要外泄 也不要上交 也不要给任何人查验 关于对这些东西的 处理意见 你只听我和编队的 好不好 好 我全中保密 好 让那个新冠的女人 也要一天保密 一定 sections 那我 Recht 和rade salmon 可义 你 advisors roles 大学 guild 都夫人 是啊 vest 还没没有 你说我 我 好好也有 委托 这就ai 我白天正好在这个文厂馆 搞调研 这儿挺安静的 顺便就把你们安排到这儿了 怎么样 有结果了 有结果了 万采妹完全是误告 证据都已经固定好了 下面就看怎么处理她了 另外那个鼻梁骨折的吕文睿 也承认 她的鼻子是有先天问题的 是她拽着张一伟打伤的 是什么 取张了吗 放心吧 张书记 干这么多年的刑结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下面咱们商量一下下一步吧 我首先得请示一下 这事儿 要不要告诉郑双雪和张一卫啊 不行 绝不能告诉她 我同意 不是 你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为什么要瞒着他们俩 身为正法委员书记的儿子 他就得学士承担 你不用替他笑了 确实 这事让嫂子和一维受委屈了 但是如果告诉他们真相 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首先 张一维这马上要翻案 马上要放出来 一旦他放出来 以他的个性 要么会认为是张书记跟人打了招呼 把他的伤害罪变成了无罪释放 他不一定领这个情 其次 他会不顾一切地打击 报复黄玉红方面 同样 黄玉红方面肯定 也会利用他的冲动 再次设下陷阱 张一维啊 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 另外 郑双雪和黄玉红集团 一旦知道真相 首先要替儿子鸣不平 那不用说了 跟老张的关系肯定更麻烦了 还有张一维放出来没事了 那郑双雪跟黄玉红的关系 那肯定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 演戏 演 什么意思 这是我和冯森设计的计划 要让黄玉红集团 自认为他们的行动已经成功了 我们两个 曾经预计可能出现这么几种情况 张一维如鱼 凶绍峰受惠被查 冯森办案受阻 并且 他的生命安全可能受到危险 他们采取这些手段 无非就是想让我妥协 明白了 可他们不知道 我张友诚 冯森 十年前 我们就是同一个倔脾气 我们不会向任何黑恶势力低头的 一旦我们做出丝毫妥协 马上就会万劫不复 这不是量变的问题 而是质变 只要张书记走出第一步 那我觉得 这才是你政治生涯 真正的巨大危机 是啊 宋志明书记 对我们政法系统是相当地了解 和相当地支持 我张友诚 不是为了当官 我今天在这儿再说一遍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倔脾气 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 老张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黄四海减刑的漏洞 已经查出来了 但这是小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 那就是黄四海身上 有重大的淤罪 我已经隐约地摸到亮光了 只要在这方面找到证据 黄雨红集团所做的一切 都会灰飞烟灭 接下来 我就只能依靠你们了 你们可以依法 动用政法系统的 任何机构和人员力量来配合 恐怕就是不拿着 正常的程序来办案 因为我们不知道 对方的保护伞到底是谁 这就只能委屈你们两个人了 既然选择从事政法工作 自然会理解这种工作方式 刮骨疗毒 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我相信其他同志 一定会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相信其他同志 一定会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 快 开门 开门 好 好 黄组长 请进请进啊 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 对 欢迎钱东夫指导我们工作啊 这边 来 请 咱们控制所是省里拨砖款改建的 积压条件和看管设施全省一流 去年还被公安部评为了全国模范控制所 来参观同志都说了 这么好的条件来了都不想走了 来了都不想走了 这话你信吗 我不信 你都是在跟我客气的 自由最重要 谁愿意失去自由呢 再好的条件哪能跟哥们们随便在马路边 撸串喝啤酒来劲 您说是不是 没错 所以人心里想的跟说的不一样 嗯 我们搞预审的同志最明白这一套了 他们特别了解犯罪嫌疑的心理 这把家伙 连一个月也说实话 不过张艺伟是个例外 他说实话 我们都很同情他 觉得他的案子是被人栽赃的 大家都很愤慨 你们检察院的 也好好查一查 海平市检察院 不是在咱们所 有住所检察室吗 他们那人都没过来 他们去省检察院又回来 看来你这个所长啊 已经跟检察室串通号 合伙来蒙我 明明是张艺伟的案子很棘手 很虎杂嘛 他们不想干这趟浑水吗 组长 这您都看出来了 来 我算了 宋长 您回来了 这位是省检察院 徐辉检察组的冯组长 到咱们这儿来监督我们的工作 啊 主要也了解一下 张艺伟的情况 你配合冯组长 好好做笔录 是 全力配合 国际象棋 哪个是马啊 哪个是马 你们看守所 对待每一位嫌疑人待遇都这样了 请到所长办公室下棋 封组长 我们这满排确实不同 这不考虑您来了吗 为了有一个好的谈话环境 才让他来的 凭什么他在坚守呢 看守所什么地方 这规矩不能坏 小孙 我说换个地方 是 张艺伟 起立 我说冯叔 您是受我父王的旨意 过来巡查的呢 还是就只是按我母后的 按我母后之命过来瞧瞧 甭废话 废什么话 带鱼顺师来 带过去 你先出去一下 麻烦把那监控也关心了 你先出去 你先出去一下 行 我说得了 您此行的目的啊 无非也就是想让我按照程序 认罪夫法 是吧 现在官衣脱调了 我今天 会以一个认识您很长时间的叔叔的身份 要跟你聊聊 希望不要瞎闹 咱们谈点正事 明白吗 您继续 首先我要说啊 在玻璃县 我跟你爸爸 我们都是日夜奋战的第一线 没有时间陪你们 管你们 你和小瑞 小时候受了不少苦 童年 缺失父爱 所以今天 我要代表你爸爸 赵友诚 跟你道个歉 我 连父爱这么深深的词 你都给搬出来 就看他这个份上 我替小瑞一起 接受你们的道歉 不过口说无凭 最好咱写给书面监讨 别等我出去了 您跟老张 又兜不认账了 丽北 丽北 你是个聪明孩子啊 我们一般 跟这嫌疑人聊天 都喜欢小之以理 动之以轻 那我今天 就先动个轻 你跟小瑞 小时候 都是吃我爱人做的饭成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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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饺子 来 吃饺子 这阿姨做的饭真好吃 好吃你就常来 吃个丸子 来 一伟 可以 我就希望 能看在这个情分上 别那么偏执 听叔叔一句劝 好不好 好 莉莉阿姨 莉莉阿姨 我现在还经常能 梦到莉莉阿姨 莉莉阿姨对我非常好 她对我的好 我这辈子都不能忘 好 从初二开始吧 我就一直在你们家里吃饭 朱莉莉阿姨做的饭 一直就是八年 整整八年 没错 我记得好像你喜欢吃 雪菜炖豆腐 有 有一次我下班晚了 饿了 我就是那个雪菜 吃了一碗头 结果第二早上起来 莉莉阿姨跟我急了 说那个 是跟你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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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